不管人穿衣服是吧 你承认是吧 对 接着说就是我岳公子 几乎全回来 他买口红把衣服上买的 就是你们俩一个月月光 主要都是这女生买衣服 对对对 和臭美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刚才出现我说了 我说想买什么买什么 都行 为什么刚开始出对象 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呢 那你说 因为现在觉得大家出现挺长想 想结婚了也近年 你说不能老是这样的 一个月公子全美 就是那口红出一个买一个 出一个买一个 双十一高属车六位叔 我最后也没买呀 真六位叔 六位叔 我最后没有买 我最后没买 可以呀姑娘 我最后没买 我就买了四位叔 这夸张你这个臭小子 他购物出了六位叔 要全买 他购物出了八位叔也没事 我说这买买不了啊 反正你不买不就得了吗 看看还不行啊 你说就是 他自己买东西 就是有以前的不买五块的 不买过澳大有 三块的不买五块的 那我为啥买 你多少钱该丢还得丢吗 他之前就是去北京出差 好几千的鞋子 就丢在北京了 谁 就丢他 那不是落北京了吗 你是落了吗 你就是丢了 怎么会把鞋丢了呢 我特好奇 这上就是皮鞋 工作船的嘛 还有就是休闲鞋 组织船的 那鞋就拉去酒店了 我就忘了 那你也没想着去找呀 那还回去哪 多远 那你就知道丢哪了 你也不回去找 以前特别任性 跟以前不一样 永远会挑我的毛病 以前根本不这样 你不也管着他吗 那我在乎他呀 他根本就不是在乎我 我觉得他都把我 当成一个玩具 就是什么 当成玩具 我的天 就什么都规定 我要做什么 就每天出去 几点出去 我每天起床 我告诉他 我起床了 然后我洗漱了 我吃饭了 我要出门了 我几点出去 跟谁出去 我就见到谁了 我就都要跟他报告一样 想结婚吗 想 想过 谁想 我想过 你想过 现在还想不 现在再说吧 为啥再说了呢 他今天怎样 你就说咱俩怎么结婚呢 他一而不敢 就是包括就是钱 我说就是不是说钱不让花 咱钱花都行 别把钱花 这麦可红把衣服上面 那我当初跟你宰一起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我说 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那你又不懂事 那我当初跟你宰一起 你怎么不说我不懂事啊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万多点吧 他挣多少钱 四五千 那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一两万 那你不是透支吗 我还给你家里要 就我这空中钱 咱俩买口红了 还给你家里要 生活费 所以不想了是吧 我说了 不是不想 就是这个钱呢 可以花 咱把钱花也 比如说旅游上那样的 或者吃喝玩啥都行 你不能把一月钱 全搭到衣服口红上面的 没意思我觉得 那你说谁都会累的 对不对 就因为这个 对啊 所以要分手 他一直不敢 要怎么结婚呢 女生想跟他结婚吗 不想 为啥 那他也不想跟我结婚 他也不想跟你结婚 那你们俩今天 为什么来呢 我很好奇 就是他其实 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我俩刚开始 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那年 那是冬天嘛 我跟他说 我想吃火锅 他刚到北京 就是从家刚到北京 然后我说 我想吃火锅了 然后他就说 那就吃吧 我就没有想到 他真的从北京 就待了不到一个小时 又坐高铁回到我家 就为了陪我吃火锅 然后吃完火锅 马上就走了 我觉得 就我说的话 他也挺当真 放在心这样的 前面你可是说 因为他管你 所以你才来这节目的 对吧 我就是 我希望他可以 信任我一点 就不要什么都不信我 那你认为 你们俩的感情 走到这一步 是因为他乱花钱呀 还是别的呀 不是说 不让他花钱 我觉得 不让他花就不让他花 你没说 没事 没有没有 就是今天他跟我要钱 就是我工作卡都在他那 我说花 我没有说不让他买 只是说就希望 让他知道自己的一个行为是不对的 他没认识你之前 他花这么多吗 那我不知道 就是也花 哪来的这么多呢 我就刷信用卡嘛 那你刷你这不对呀 你怎么还呢 就是还最低的那种 你认识他之前 你欠了多少钱 欠银行 五六万吧 就一直花钱这么大手大脚是吗 你追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是这样的女生吗 我也知道 我觉得我能改变他 女生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们俩都月光 对 一分都不剩 对 还需要他父母补贴 对 每个月都这样 对 你们俩的钱谁管 我 那你没觉得 你的管钱是有问题的吗 但我不是光给我自己买东西 我也给他买 然后我觉得我俩现在还小 就没有非要攒钱 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好了 OK 好 所以这是男生最受不了的是吗 除了这方面 就是阿俩生活在一起 做饭啦什么的 都是我 他死为泡方便面 都是我来照顾他 我一天工作 小友回家挺累的时候 他也不到去体贴我 那你怎么不说一开始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跟我说了 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做 饭我来做 递我来扫 然后你现在又嫌弃我 我没有嫌弃你 我也没有能改变你 你能去 是去学 没有你一点 你什么都不学 那你怎么不找一个学好的 就可以了 重话你们说吧 来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件 我觉得男人给女人 花钱还是不花钱 不重要 关键是你们两个人 都认可一种 相处方式最重要 它其实很多生活方式 并不是你要的 而锦尼那种所谓的爱 我听起来根本不是爱情 人家一个女孩子 穿个裙子怎么了 还不让 非得穿裤子 这是爱吗 这只是战友 这种爱是让人窒息的 爱情是需要阳光的 在男孩这里 其实我看不到 但是听来听去 听到姑娘这儿 我更压抑了 漂亮女孩 我爱美 没有问题 我以前没有男朋友 我挣多少钱 我都花了 没有问题 我还年轻 但是你们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也要考虑将来的 婚姻的问题 成家的事情 你的方式 你想想对吗 一个月挣四五千 买衣服就要一两万 这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而且你们所谓的爱情 根本不是你们俩在谈恋爱 你们是完全依赖在别人身上 钱不够了就跟父母要 这算什么爱情 所以姑娘 其实相信很多人听都在说 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适合结婚 没有要持家过日子的状态 我们可以说自己娇滴滴的小公主 但是小公主也要长大 难道你将来不要面临成家 生孩子 照顾老人吗 就这样花下去 谁会娶你 而且我觉得你们的爱情 似乎都没有到什么 像小伙子说 要结婚的这个地步 你们不过是过家家 不要彼此消耗自己 回家想想清楚 自己要的生活和人生是什么 再来好好的进入 所谓真正的恋爱和结婚的状态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余老师 我先说一下 我下面要说的关键词 两个字 负责 爱情本应该就要彼此负责 但是你们的负责 在我看起来是有些畸形的 物语类聚 人与群分 在追求的时候 这边就打着 女人就可以花钱 但是接着往下听 你不断地用占有的方式 来去约束管理它 包括裙子穿的短 你觉得不认同 那无外乎是像我们让男士 在多看他脸眼的时候 和他稍微有点剧烈的时候 让你觉得嫉妒 他有可能会随时飞掉 那你当初的那种投资 也不过是诱饵 当你不断去占有他的时候 你会声称 我是爱他的 我要为他负责 饭不需要你做 家务不需要你打扫 终有一天发现 你过度负责 你无法担当了 你用这样一个花钱的方式 和过度负责的方式 来弥补你那颗不够自信的心 但是你其实何尝不是在 透支你自己呢 不该你得到的东西 你得到了 自然 你会有坚持不下来的那个时候 今天 这个关键点就出来了 如果继续下去 我估计还会很难 女方呢 当时在恋爱的时候 就相信了她所说的话 听起来很美好 但是如果说因为花钱 和不让你干任何事情 那我都觉得 你为真的感情贡献了什么呢 付出了什么呢 除了真身 在她眼中当中的漂亮和美貌之外 你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消费的问题 而是你这种价值观逻辑 是要出问题的 以后你跟谁在过生活 都得要负责你所有的一切 是负责不了的 所以你今天的眼泪 是为什么哭呢 两个人 要为你们的错误逻辑买单 要不然你们后面 还会有更多的负责 一个让整个世界负责 一个代表整个世界救世主 来为你负责 最后两个人 谁都坚持不下来了 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 都不要为谁负责了 今天最好分开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来 余老师 我觉得任何一个想把男人的 最后一个铜板都掏尽的女人 一点都不可爱 男人爱你就应该给你钱花 那你对爱情的要求不高啊 你对爱情的要求不是真情实义 是要为我花钱 有你这么花钱的吗 一个月挣六千 欠五六万的贷款 然后让这个男人帮你还清 还不知悔改 每个月还要透支 我想真正出聪明的女人 是要耗尽一个男人的真情实义 而不是要耗尽他的每一个铜板 所以我觉得你 大概在这段感情生活当中 是没有太高要求 只要满足你的消费欲就可以 那我想告诉你 如果一个男人不愿意为你花钱 他一定不爱你 但是一个男人愿意为你花钱 也不一定爱你 自爱一点 不要把自己跟金钱花上等号 你即便是把自己的每一个铜板都掏空 也没关系 是你挣 但是你还向父母去要钱 你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 即便是大富大贵之家 也要盘算着过日子 但另外一方面 我又想跟你说 你不允许他出去穿得太短 不允许别人经常看 你怕什么 你怕他跑了是吧 没有 你觉得他漂亮 还可以 你觉得他美吗 他行吧 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他美的话 你不会想着去占有他 一旦你产生 你想要占有他的美的想法的时候 他的美已经不存在了 你能够霸占起来的美 那都是雍之俗粉 真正的美 它是自愿地停留在你身边 而不是你可以霸占 说白了 你自己 像于老师所说的 不够自信吧 你们俩之间呢 如果要继续这样下去 我所担心的不是你们俩 我所担心的是你那爸妈 所以说如果但凡你们自己 还有一点自知是明 还有一点想要过长久日子的心 我劝你们俩之间还是分了 男人去找一个自己 能养得起的女人 女人到目前为止 还得想想自己 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生存 一个真正懂得心疼男人的女人 那才叫你 你们俩趁早拉倒 别彼此迫害了 就这样 可能这个 我是属于那个上了岁数的人 我是觉得现在的女生穿的确实太短了一些 稍微的可以 我没有听她说话 她的做法也不对 我只是想让男生明白这个道理 女生其实也要明白这个道理 在这个道理的背后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独立的女性是什么样的 我们一直讲究男女平等 什么样叫男女平等 这个问题供你们参考 男生你要特别记住这个女生说的话 我希望在你以后的情感世界里面 不要再给一个女性这样的感受 她把我当一个玩具 她说的 为什么她会觉得这样 钱买不来婚姻 李老师说你说的特别对 就是不自信 女生啊 要改哦 就过去那样花钱不行了 一定要改 生活要变化 行了 你们俩的日子你们俩自己定 愿意在一起就好好地过 不愿意在一起 觉得我改不了 就不要耽误彼此的 但是如果说 你要是一直这样的话 一直改不了的话 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我觉得 对你要学不高 行 如果你想跟我在一起的话 你就改一下 如果你要改不了的话 那就再说吧 我以后可以改 但我希望你可以尊重我一点 就是相信我一点 就不要什么都猜疑我 我知道 我不应该那么花钱了 我一切你没跟我说过 你想跟我结婚 我以为你管着 我不让我花钱 就是变了 就是从你刚开始的程度 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以前没跟我说 你想跟我结婚 我以后不那么花钱 回去吧两位 来请关门 这对年轻的朋友 最后会怎样选择 我以后就忘了这种心愿 我不能 我不能花钱了 我不能 我怎么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吧 以后我会为你改一下 我想对你多点相信 不那么管你了 因为 希望你给我改变一点 来一起 好好的 现在会挺好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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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亮灯吧 要长大 今天即使全世界都不看好你们 只要你们愿意成长 你们愿意奔自己的幸福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你们就会幸福 回去吧 好好过日子 请回 我还是想说两句我们可能站在道德的角度是说这个事情 钱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 就他们我就害怕是不懂 他们应该摔一摔跟头 生活的一些历练和挫折可能让他们去慢慢的懂 什么是规律 所以我们坐在这里呢 说的也未必都对 但是可能说站在他们二十年之后四十岁左右这个年龄来预测 实在在变 但是人生规律是不变的 这可能是一种借鉴的 所以还有一部分他真的不明白金钱的含义是什么 那样消费对于一个年轻的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不会去想那个东西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